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6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今天會出席電影放映會 香港本色的電影 由香港監察 香港watch 香港人電影團及其他組織合辦 我們算是協辦單位之一 主要是幫他宣傳 可能很多朋友會買了票 去看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我們已經看過了 上一次的電影會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過了 我們 都會盡量 在未完成之前就來了 電影結束之後 將會有一個座談會 會有香港watch的Sam Goodman 還有 電影導演馬寶康教授 還有社運抗爭者 攬炒巴 都會出席這個 座談會 希望大家就是踴躍一點發言 其實 既然是座談會 真是可以多討論香港問題也不怕 我們 看看會不會看到 聽眾 這是第一個事項 第二個事項就是 今個月的月尾 8月31日 8月31日 將會是 太子地鐵站 831事件 的三周年 將會 有一個集會 舉行 希望大家先記錄這個日子 因為我們這次 會支持 也會出席 這次我們也同時希望把香港議會的話題帶進去 因為現在正值 就是 英國正在 競選這個保守黨的黨魁 在這個時候 其實政治人物 比較更加願意 表態支持香港 所以 據說主辦單位就告訴我們 他們很努力嘗試去聯絡 就是一系列的MP 又或者甚至乎 就是這個 保守黨領袖競選的候選人 當然我們就比較傾向 當然屬意就是 Least Trust 即是現在的外相 因為 外相 就是無論對中 和對俄羅斯 都是非常非常強硬 所以希望大家先記錄31日 真的有機會 又是一個良好的集會 我們告訴 全世界 告訴中共 告訴港共政府 告訴全世界 香港人 沒有忘記這些事 大家繼續 把光復放在心裏面 這裡也再說一次 議會不是零丹苗約 議會 不是用來 100%說是光復 但是絕對跟光復有關 到最後 有沒有光復 要視乎很多事情的決定 還要視乎 很多 有心人 有決心的人 有毅力的人 繼續去做 才會成功的 成不成功 不是那些五毛 不是那些藍絲 出來告訴你 你行不行 不用聽他說 他們是你的敵人 不用聽他們說 他們是你的對手 當然是叫你不要繼續做下去 叫你任何形式都不要做 跟你說犯法的 坐牢 這班人 由始至終 都不是跟你站在同一個陣營 請大家認清楚 五毛和藍絲 是會用盡各種的方法 令到你們 分化 令到你們不敢 繼續做下去 所以 希望大家 繼續堅持 議會不是靈丹苗弱 但是議會是其中一個 就是重要的 步伐 無論議會 成不成功 你 如果有得投票 這件事也是中共相當忌憚的事 他根本就不想你有任何的 選舉權 任何的投票權 他完全不想給你的 同一時間我們其實也完全沒有反對其他方案 最重要 就是 提出 有甚麼方法 令到中共紮紮跳 你有方法我們不會反對的 你沒有方法 麻煩你 就是收爹 大家不要介意了 我們主要針對那些 裝模作樣 在騎劫香港人市場 從頭到尾都是藍絲的人 如果你自問自己不是 只不過這一刻我真的提出不了其他方案 又對議會有疑惑 不重要 這樣的討論 或者是疑問 其實我們是很歡迎的 沒有人有一個 萬全的解決方案對於全世界 就算是佩洛西 是不是去訪問台灣 也有不同意見啦 一定有 保守一點的力量 或者保守一點的意見 認為這樣做法實在是太過魯莽了 很不智 一定有這樣的看法 永遠都有的 為什麼 不是要更加拿出來 去討論和辯論呢 為什麼我們那麼害怕 要去討論和辯論呢 因為 很快就會發現道理不是站在那邊 我們幾節都忘記說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會繼續做好我們的台 其他的台 他們怎麼做法 我們不想知道 我們不想理 但是我們會繼續做我們做的方法 繼續叫大家免費方式 繼續 經濟能力許好朋友 我們才會叫他訂閱我們的Patreon 很簡單的 我們會繼續堅持下去 我們會動用我們自己的資源 做認為應該正確的事 幫我們認為應該要幫的人 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我看看你們有甚麼說話好說 除非我們做不到下去 如果我們的台一直 做得到下去 我們就會一直繼續做下去 儘管看看外面這班人 還有甚麼說話好說 你不幫人不要緊 這是你的決定 我們幫了 拜託你不要說三道四 不要在那裏作故事 這個是我們的自由 也是我們自己的堅持 不關你的事 儘管看看吧 我們做了一年 做了一年 兩三年後 你看看 你還有甚麼說話好說 所以 繼續我們的支持六部曲 這個正正是我們的名證 是我們的經營方法 請大家繼續 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看看你們還有甚麼好說 好 前面場那些不要緊啦 每一樣東西都跟 王毅有關 王毅要出來 抽這個孫大炮的水 孫中山 要出來抽孫中山 說 要報復佩洛西訪問台灣 王毅 露斥這個蔡英文 就說如果 孫中山 在這 也會痛斥這個蔡英文 是這個不肖子孫 說起孫中山 孫中山 其中一個 特點 或者是一個花名 叫做孫大炮 其中一個特點 我不是說籌款 孫中山其中一個特點就是 一直堅持下去 這件事是無可置疑的 即使 你說辛亥革命 功勞不是在孫中山 但是 也需要 像孫中山那樣的人 不斷 去告訴全世界人 他要推翻 滿清政府 所以 這個王毅拿孫中山出來說 其實是很好笑 孫中山 雖然中國共產黨擁抱孫中山 就是作為 他們的開山祖師之一 但是 孫中山說的話 絕大多數的時候 都是跟中共相反 孫中山說三民主義 中國大陸在說甚麼 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要一黨專政 每一樣東西要以共產黨為優先 你有甚麼資格 去說孫中山呢 再一次 證明中國大陸 尤其是 外交部部長小丑王毅 他們真的暴跳如淚 出席 柬埔寨的金邊 東亞高峰會 忽然之間 就在這裡說 忽然之間 警告蔡英文 說如果孫中山 先生地下有靈 孫中山也會指著蔡英文的鼻子 說他是不肖子孫 我想告訴王毅 如果孫中山 先生地下有靈 他會第一時間指著你王毅的鼻子 說你是大話精 說你是五毛滾蛋 這一群共匪真是相當之棄嚴囂張 難得 佩洛西去台灣就錯一錯他們 那麼囂張拔戶的事 這群混蛋以為自己現在佔領了香港 每一樣東西 可以為所欲為 跟全世界作對 好像就沒有你負 這是他們自己幻想出來的 繼續幻想 繼續打飛機 繼續幻想自己的軍力如何超過美國 隨著他們的經濟開始下滑 開始崩潰 以及全世界也沒有人會再投資 就是中國大陸 他們未來 經濟除了崩盤之外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其他結果 一直以來 那些所謂熱錢 又或者是smart money 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的金融泡沫 搞金融 借貸等等 使得他們 覺得在這個市場上容易賺錢 所有投資的人都是這樣 你擺在一個地方 你就是想有高回報 中國大陸 令人有一個錯覺 以為這個地方有高回報 而這個 幻影 這個騙局 來到今天 其實已經是徹底爆破了 換句話說 在未來不會再有大量的這些外資 去投資中國大陸 不會再有 像羅傑斯當年所說的 這個商品大王 叫 子女 接下來要學普通話 要做中國大陸生意 不好意思 這支歌仔不會再唱的了 再下一個 真的會投資的地方 應該是印度 印度不用學印度話的 印度英文很好的 大家學好英文就可以了 王毅的 這種種種失控的言論 當然這個是假裝了 正好也說 就是這個東盟 這個 就是 在這個場合 本來應該會看到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結果 就是因為怕大家撞口撞臉 怕自己尷尬 你又不會夠膽 就是當場動作布林肯 那麼你們還有什麼好說呢 你看到美國的國務卿 還不盡快動手 他們又不夠膽 但是又要在這裡叫戰 所以 結果 自己 就是酸溜溜的離開 東盟又不站在他們那邊 東盟 就是怎麼會那麼蠢呢 就是一個誰人都看到 正在 就是日落的 國家 這個 不是英國 日落那個現在是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真的告訴大家 他有什麼東西可以打擊你的士氣 其實沒有 他想抹黑英國 抹黑移民 抹黑不了 他們現在就去搞是非 除了搞是非他們沒有其他辦法 除了不斷作故事 不斷在這裡指控這個 指控那個 搞分化之外 其實他們 在 那班已經離開了的香港人 不在他的管轄範圍裏 他完全制止不了你們做任何事 這件事 是令到他們 相當之憂心 擔心 除了 在你們之間 去做挑撥離間 動用他的代理人 說是非 之外 他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所以大家真的回想一下 你過去這一年 除了 幫你製造事端 製造是非之外 中國大陸 有些什麼 可以對付到 已經逃亡了香港人 其實一樣都沒有 細心回憶一下 除了不斷攻擊你的黃色經濟圈 不斷 你無論做任何事 賣書籤 也是人血饅頭 賣杯奶茶也是人血饅頭 賣粒魚蛋也是人血饅頭 好了 我們自己在做節目 也有人血饅頭 幫人付錢也是人血饅頭 他除了不斷 在loop同一件事 跟玉華是一樣的 現在的人血饅頭 他不斷說就當是 跟玉華是沒有分別的 現在開始越來越沒有任何定義在裏面 你這次看得很清楚 他們現在動用大量的這些 人在做認知作戰 他除了跟你做認知作戰 根本他就沒有任何作戰 換句話說 到最後 如果大家 心思細密 其實他的認知作戰 根本永遠都打不響 其實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所以我們一定會悠哭 這次可以 Louisville 介紹一下 也就是 人家 拜託 是 你 有